有大衣加深,但是关于不是一般人的明星,尤其是女明星来说,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穿短裙的时节好吗?这部,最近刚刚大会活动的霍思燕,就趁着冬季里的小短裙悄然火了一把,出去浪吧浪吧,逛街的时候了呢,美是美了,可是不由的想问,这,真的不冷吗? 看着周围的作业人员,即便有暖气,那也是各种厚衣服加深啊。 这裙子实在是太短了,导致她坐下去的时候,不得不用一块布遮身,以防、走、光、恩,统计一下,到底有多少人,想当她身上的这一块布呢? 不过霍思燕真是对短裙情有独钟,早之前到会活动也是各种短裙。 皮衣皮裙加深,甚是小性感呢,仅仅这裙子略短,为了避免走光,坐下的霍思燕只能将腿拧成了麻花状。 说实话,小编都替着腿疼得慌啊。 除了霍思燕,圈内对小群寻情有独钟的,可是有大把人在。 张天爱素有大长腿的称谓,秀美腿也成了日常作业,之前和林更新玉同道会活动时,为了避免短裙走光,也是用了一块布大遮特遮。 这个做法还让周围九亿少女梦的林更新一向偷看恩,仍是站起来的十分美多了。 看看小赵同学,穿起短裙来,也是一万个忧虑走光啊。 跟丽颖一样拼命拽裙脚的还有心情爽爽的爽妹子,左拽拽,右拽拽,就是不能走光。 同病相连的仍是大秘密,小短裙,美则美矣,但也是要付出代价的,已然惧怕走光,那就不能太考虑宜太美了。 比如刘亦菲小姐姐这样呀。 恩,张欣宇这个压的略有些痛苦了。 比如施施的高压式压法。 But一般都是自己往下压,尽管郭敬明和大秘密之间由于小时代,联系也是好的不得了,可是还应该没有好到,帮人家压裙子的节奏吧。 您先评论一下,请问您解释一下。 请问您的就是导演。